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就是在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火热尤其是大模型技术 可能我们现在是一个大家会称为大模型的时代 那么我们会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在大模型领域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首先由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说比如说从2016年到2021年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首先看到纵坐标的话 我们模型的参数是在持续增长的 比如说由之前的ResNet到后来的Transformer再到现在的SwitchT 甚至于到现在的比如说像PathwayLanguageModel 可能参数量在逐年递增 甚至于达到了540B这样的规模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来构建一个Scaleboard和Efficient Computing System 来帮助我们更快更高效的去适应这样的参数量的增加 以及模型训练的困难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首先您可以看到从GPT2的1.5B到GPT3的175B 甚至到PathwayLanguageModel的540B 它随着模型参数的增加 那么我们的精确度是会提升的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可能在论文中会看到 大模型有我们提到的涌现能力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会发现小模型 即使是很小的模型 随着参数量的增加 我们也会精度也会有一定的提升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希望模型的参数越来越大 那么会希望我们的精度越来越高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也会看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单位成本的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计算Tflops 以及我们的RAM的price也会下降 这使得可能将来 可能现在大厂商会去做大模型 那么将来会有更多的小厂商 甚至更多的公司也会涉及到大模型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希望能够把这个价格不断地降低下来 来构造这么一个高效的 而且易用的这么一个训练模型的系统 这也就是Crosser AI的一个愿景 我们希望说 当人们使用Crosser AI的时候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可以把GPT3的训练 训练的 训练的所需要的资源 以及所需要的成本逐年降低 这里呢我们列举了一下大模型 常见的一些challenge 比如说在训练上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 模型训练的话 会用到大量的数据 而大量的数据可能通常没有实时性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为train一些model 来让它获取最新的信息 那么不断地重复训练 就可能会导致说 每次训练的成本非常高 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单GPU的时候 可能很难去训练更大的模型 是因为比如说像A100或者H100 可能单GPU最大只有80G的显存 那么如果我们想用一块GPU 去训练大模型的话 可能经常会 大家会听到说 OOM的现象 就是会出现显存不足的现象 除此之外呢 当我们的模型真正 到达落地的层面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去deploy它的时候 会发现也有大量的成本 比如说我们的推理成本 都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 Cross AI的诞生 就是希望人们能够有这么一套系统 可以帮助我们来更好的训练 也更好的去部署我们的AI大模型 首先我会大概讲一下我们 Cross AI整个系统的一个架构 我们的Cross AI系统大概分为这么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我们把它叫做Efficient Memory System 这里主要是对整个底层的架构 以及内存进行特殊的管理 我们希望通过对显存的高效管理 来帮助用户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希望通过高效的内存管理 通过高效的显存管理 内存管理来帮助用户 可以把更大的模型塞到我们现有的资源里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现有的资源中 模型可以训练起来 除此之外 我们通过特定的技术 比如说常见的offload的技术 来帮助显存与内存之间 进行一些数据的调整 来帮助训练的速度更加快 更加快捷迅速 除此之外 我们第二层会有一个 N-dimension的并行系统 这里主要讲的就是 我们会希望通过多GPU的并行 来常见的 比如说常见的模型并行 数据并行 以及流水线并行等相关技术 可以帮助人们更快更好的训练 整个的大模型 然后第三层就是我们的推理系统 我们目前已经上线了自己的推理系统 除了在速度上的优化 还有对于代码的持续的优化 人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系统 来更快更好的去推理模型的结果 这给了我们模型实际 比如说在实际应用中 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Cross AI 左边我们列举了常见的硬件系统 右边我们列举了常见的framework 这个是我们Cross AI在中间扮演的角色 就是希望把硬件系统跟软件系统 能够跟常见的框架进行一些融合 我们同时也融合了最目前 AI领域最常见的framework 比如说Pytarch Keros等相关的框架 所以我们可以一键利用Cross AI 来对你的模型训练进行加速 以及推理的加速 以及训练的加速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想要做的 其实就包括理下的六个方面 那么我们会希望说 有应用我们Cross AI的这个系统 可以更好的去降低计算的 可以去更大化的计算的效率 从而降低训练的成本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 ND Dimension的整个的并行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常见的 比如说1D的并行 我们自己重新实现了 2D并行 3D并行 以及2.5D并行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流水线并行 以及序列并行 等比较先进的算法 我们把它都会融合 在整个Cross AI的系统中 用户可以直接一键 进行各种各样的 进行不同并行策略的选择 来对整个模型训练 来对整个模型的训练进行加速 首先要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数据并行 数据并行其实非常好理解 就是我们会有大量的数据 那么我们会有多块GPU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数据平均的分配 把数据进行切分 然后分配在不同的GPU上 或者不同的节点上 然后在每块GPU上并行的 进行训练 那么我们最终的权重 会进行一下Average 然后来得到最终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如果有更大 这可以保证我们有更大的Batch Size 可以保证我们训练速度更快 同时也会对我们的训练精度 有一定的帮助 是因为当我们的Batch Size太小的时候 可能对于训练的结果 会有一定的影响 接下来是我们会提到的模型并行 其中模型并行会牵扯到两方面的事情 第一个是我们的张量并行与流水线并行 张量并行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对于模型 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整个放下的情况下 我们对于模型的某些层进行切分 然后把它放在不同的GPU上 那么流水线并行 其实是计算机中常见的一个流水线的架构 我们会希望说把不同的层放到不同的GPU上 然后进行一个流水线的并行 让它整体的速度有一个提升 那么这里是常见的 我们经常会提到Cross-AI 经常会提到的两个常见的项目 那么第一个就是英伟达的 英伟达的Mectron 以及Microsoft他们的Deep Speed 那么比如说英伟达的Mectron 它做的事情 其实是我们常常提到的1D并行 就是说当我们只对权重进行切分 把不同的权重放在不同的GPU上 然后最终做一个融合 这里简单的介绍了 比如说常见的 我们的Linear Layer 以及Self Attention Layer的 一个1D并行的一个策略 其实基本上的思路 就是把它们分别进行切分 然后分别计算在最后做整个的Accordation 那么我们这里其实做的更多的是 希望把整个的 除了1D并行 我们希望把整个的系统 扩展为2D并行 3D并行和2.5D并行 甚至于把所有的整个并行策略 全部的放到我们的整个框架中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张量并行 这里最主要的贡献在于 比如说我们1D并行的话 那么我们假设我们有一千个Server 那么对于每个Server 每次就要去跟其他的999个Server 进行communication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做2D并行 3D并行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单节点与其他的 单节点与其他的Server 进行communication的次数降低下来 其实是一种拿存储 来换计算与通信的这么一种策略 因为在比如说我们进行多机训练的时候 通信其实是会成为训练之间 训练速度的瓶颈 那么这里简单介绍一下2D并行 2D并行其实我们是将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matrix 它把它进行了切分 把它在2D维度进行切分 那么当我们把2D维度进行切分 当我们有q乘q个 当我们有q个Server的时候 假设我们有这样100个Server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单节点的通信 就可以降低为9次 其实就是10乘10 然后2.5D并行 是我们在2.2D并行的基础上 又希望针对于特定的dimension进行一些切分 那么我们可以将通信的时间再次降低到 由q除以d这么一个次数的降低 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在通信的过程中 通信的次数有效地减少 从而进一步增加提升训练的速度 除此之外这里是一个在strong scaling setting下的 一个benchmark的结果 这里可以看到跟mectron的1D并行相比 我们的2D并行3D并行都会有比较 速度上有比较高的提升 当我们看到一个weak scaling的setting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的2.5D并行在做前向forward path的时候 可能基本上可以在64卡上有4倍的效率提升 这个是我们3D并行的一个想法 其实跟2D并行有一些相似 我们是希望把模型的权重 以及activation在3D的层面上进行一些切分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1000个server的情况下 那么整个的3D并行之后就会变成10x10x10 这样一个架构 那么我们其实只需要9.5次的 单次只需要跟其他的9个server进行communication 这样其实显著地降低了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通信的时间 从而进一步地加快了我们训练的效率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张量并行的一个 一个整个的对比 在计算量以及计算量以及我们的memory的对比 您可以看到随着我们的并行的 从1D到3D的并行 我们对于对于整个计算量 以及communication的次数也是逐渐降低的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的 我们叫做序列并行 序列并行其实是针对于现在 比如说我们的大圆模型 它可能整个的长度会比较长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 比如说我们在整个模型训练的过程中 当我们模型的架构已经确定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能整个权重的size 以及gradient optimizer的states 这些都是已经固定的 那么我们想要在这里解决的问题就是 当我们的输入的数据变化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batch size的增加 以及我们sequence length的增加 都会对于我们最终训练的效率 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对整个sequence的切分来并行的来训练 从而加速整个的模型的效果 加速整个模型的训练的速度 那么这里我们提出了这种 Rain self-attention的这么一种算法 其实是对于整个的s代表的是整个的sequence 然后我们希望把整个的sequence进行切分 分别放在不同的GPU上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更好的去把整个的训练 并行起来 这里是一个简单的Rain self-attention的 这么一个想法 其实当我们把不同的序列放到不同的 不同的GPU上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它们的key value 进行一个rotation 就可以有效地减少它们通信的次数 从而达到训练加速的一个效果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针对于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offload的这么一种策略 进行了优化 这个主要来自于 这个主要是我们经常会把它提到说 叫做经常的一种offload的策略 这里的策略主要指的是 比如说我们在训练模型的过程中 我们会希望尽可能地在GPU中进行训练 但是当我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的GPU可能没有办法 完整地把整个的数据 完整地存放在GPU里 那么我们就会想 我们能不能用一种策略 把我们的在GPU中放不下的 比如说放不下的activation 放不下的模型 把它移到我们整个的 移到我们的CPU中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在有限的资源下 我们可以把大模型训练起来 这里就是我们 这里其实是deep speed提出的 zero的一个策略 他们的策略也非常的直接 就是当我们放不下 当我们比如说我们的optimizer 以及gradient放不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部分放到CPU上 这个或者把某些参数进行切分 把它放到不同的GPU上 来进行这么一种 来进行这么一种训练的优化 那么我们这里基于deep speed的zero的策略 以及他们offload的策略 进行了一系列的优化 其实我们经过分析发现 即使我们使用offload的这种策略 也会出现一种常见的现象 就是我们去分析了CPU 以及GPU的一些常见的状态 会发现还是有一部分会被浪费掉 在训练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会希望通过我们 这里叫做Gmini的架构 来对模型 来对训练过程中的显存 以及CPU的内存 进行有效的动态的控制 来希望把有限的资源 更好地利用起来 这里一个最简单的图 可以表示我们现有的策略 那就是当我们分析说 我们的gradient 已经超出了我们GPU的限制的时候 那么我们发现整个chunk 可以被移到CPU中 那么我们就会把它 动态地把它从GPU中移到CPU中 来避免在训练的过程中 出现out of memory的情况 这样可以有效地 帮助我们去增加训练的稳定性 以及提高训练的速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过Gmini的整个的内存管理系统 就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 把整个的训练过程中 每个state所占用的显存 以及每个state现在的状态进行管理 可以保证在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 可以尽可能地把所有的资源 有效地利用上 这个就是我们Cross-OAI 自己开发的这么一套Gmini系统 以下就是我刚才介绍的 所有的我们针对于 并行的系统 以及我们在并行的系统上 做的各种各样的优化 希望对整个大模型的训练 能够有极大的帮助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介绍一下 我们其实一直在研发的Cross-OAI的 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去 我们Cross-OAI 做这个云平台的目的 其实是在于想要 人们可以有一个user-friendly的 训练的这么一个experience 希望人们可以更好 可以在低代码的情况下 可以来实现自己的一些需求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machine learning platform的 整个的架构 也就是说作为用户 我们只需要提供我们的数据 提供我们的数据 那么就可以直接利用我们的平台 进行整个的训练 我们支持了各种各样常见的模型 比如说像LAMA GPT-2 以及尤阳老师 比如说尤阳老师最先进的优化器LAMS 这些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 直接使用 除此之外 我们Cross-OAI整个系统 跟平台也是高效融合的 里面实现了 比如说像自动并行 以及一些算子的优化 可以保证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用户不需要去操心相关的事情 只需要把它的数据 按照相对应的格式进行上传 然后一键就可以启动整个的训练 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除了有我们的Model Zoo 还有我们的整个的分布式的框架 以及我们在训练结束后 可以有的整个推理的框架 那么整个推理的框架 以及上线Servin的框架 都一键地集成在我们的平台中 这样的话 用户可以在低代码的情况下 来实现他们需求 来开发自己的应用 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LifeCircle了 您可以看到整个的LifeCircle就是 我们其实用户只需要manage你的dataset 那么我们或者说 如果你需要上传自己的训练代码 我们也支持用户去上传自己的训练代码 或者我们已经集成了完整的 常见的比如说在大模型训练中 我们会做的继续预训练增强预训练 或者说整个的SFP的整个supervised fine tuning的阶段 甚至于后期RLHF的阶段 我们都会在整个的平台上进行支持 然后我们会帮您manage好剩下的事情 比如说训练的代码 分布置训练的策略 以及整个的训练好的模型 以及最终的inference 以及deploy的整个过程 所以用户可以利用我们的整个框架 整个平台来进行快速的应用的构建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完全manage的 整个的machine learning的life circle 您可以看到我们分为数据训练 以及最终的serving 以及serving和最终的推理阶段 可以看到整个架构 我们已经在整个的平台上帮您实现好 所以您可以直接一键的去进行 您想要的训练和整个最终 以及最终的部署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官方的demo 这个我们也已经完全地上线了 如果您有相关的需求 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提供整个的平台 还会有相关的机器的资源 供您进行体验和使用 如果您对云平台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可以联系我们cross AI团队 可以进行相关的试用 最后就是我们 最后也是我最想要提及的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有了cross AI的整个框架 整个平台 那么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或者说我们有这样的框架 能够有什么样的achievement 来对整个人工智能 或者说大模型的整个领域 有一定的帮助 首先就是我们的training benchmarks 基于我们之前讲到的 我们的整个的cross AI的训练系统 其实是在进行推理 进行训练的加速 那么我们这里列举的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benchmark 我们对比了我们利用cross AI系统来进行训练的这么一个结果 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系统 随着我们对比了这个 比如说像英伟达的Mectra的整个的训练架构 和我们cross AI的训练架构 您可以看到训练BERT 我们可以提供更大的batch size 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资源内 可以放下更多的数据 可以同时并行更多的数据 来帮您达到训练加速的效果 除此之外 我们对比了整个的throughput 也就是单位时间内 我们的throughput可以做到更高 那么还有我们的sequence length 在单位的在有限的资源内 我们可以训练更长的序列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benchmark的一个对比 我们可以达到1.55倍的训练加速 以及或者说我们可以训练 50%更加长于 在基础上50%以上的长度的模型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训练更大的模型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在不同的GPU的数量的情况下 我们对比于PyTouch本身的这么一个 可以训练的模型的大小的话 我们可以有24 甚至于24倍模型 参数量的大小的提升 那么我们对比deep speed 也会有throughput上的 比较明显的提升 甚至于可以提升三倍以上的加速效率 这里指的是我们对比了我们自己的不同的策略 在不同的策略下 比如说我们用zero 以及我们的Gimini的相关的内存管理策略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将GPT2的训练模型的赛 来不断地扩大 达到120倍 120倍的提升 也会有更高的加速效果 这里整个的bench park 是在一块3080上做的 所以不管是你有这种 比如说像A100 H100这种专门用于训练的英伟达的芯片 英伟达的GPU 还是这种消费级的显卡 3090 3080 我们都可以有针对性的 对您训练的结果进行一定的加速 这个就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一些training的benchmark 您可以看到我们 其实除了在做general的优化之外 我们还会对一些实际的应用的训练 进行一些优化 这里列举的例子是我们常见的 比如说文生图的 stable diffusion的一些训练的benchmark 您可以看到 我们在FP16的整个的 FP16的精度下 我们可以最高达到 6.5倍的训练效果的提升 在训练效果的提升下 我们就可以显著地 去帮用户节省更多的cost 是因为我们训练的时间 可以大幅度提升 训练的时间 可以大幅度降低的话 那么我们训练 GPU所需要的时间 比如说您去租用GPU所需要的时间 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也会帮您节省很多很多的成本 除此之外 除了训练 我们在推理上 也会帮助您进行一系列的优化 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整个的benchmark 是基于bloom175B进行的 那么您可以看到 相比于传统的方式 我们可以在整个的GPU的利用率 以及GPU的利用率 以及显存占有率上 有着很高的提升 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帮助您构建这种 比如说一个serving的demo 可以让您一键去体验说 比如说您的stable diffusion应用搭建好 它实际的一个效果 是因为比如说 当我们牵扯到真正的应用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大家关注的是实际的体验 即使是这里的benchmark再快 也没有用户直接去体验 来的效果更加直接一些 所以我们也会帮助您构建一些demo 来帮助我们更来实际的去体验一下 它与原来速度的提升 这里的话 就是一个关于GPU利用率的对比 应用我们的一个框架的话 您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达到 2.5倍的更加低的GPU的使用率 比如说这样一个文生图 这样一个stable diffusion的案例 您可以看到我们在不降低整个精度 也就是模型效果的情况下 可以帮您优化进行8bit的量化 然后保证您模型效果不 模型效果不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可以利用到 可以最大化的优化您的显存使用率 只需要3.1GB的显存 就可以帮您把推理跑起来 而利用我们的整个的推理框架 您其实只需要 比如说用整个的这么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行代码 就可以直接对您现有的模型进行加速 这个就是我们stable diffusion的 一个简单的案例 其实我们当时是基于stable diffusion进行了一些微调 利用Laura的技术 以及cross AI的相关技术进行微调 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这个的话其实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比较 就是之前花了很大功夫 也是之前在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当Chai GP刚刚出来之后 它其实发布了它们整个的流程 比如说我们stage 1,stage 2,stage 3 从训练整个的预训练到后来做SFT 再到后来做RLHF的整个流程 我们当时对它的整个流程进行了一个复线 也是开源社区第一个对RLHF 也就是chat GP训练过程进行复线的这样一个项目 我们不仅对整个流程做了一些复线 而且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整个训练的流程进行了一系列的优化 您可以看到我们在训练Chat GP上 整个的throughput 以及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的modal size 都进行了一些优化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更快的时间 帮您完整地跑通整个RLHF 以及整个chat GP的训练过程 然后在有限的资源内 您可以使用更大的模型 因为通常情况下更大的模型 可能它在您数据量足够的情况下 它的模型 它的整个performance会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除此之外呢 为了更好的跟开源社区进行互动 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关于LAMA相关的事情 这里主要我们讲的是 我们对65B的LAMA进行复现了整个的pre-train 也就是预训练的整个流程 然后我们把整个的代码也完全开源了 比如说您想自己有自己的数据 然后自己从头去训练一个LAMA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提供大概38% 提升38%的训练速度 也可以帮您更快更好的训练出LAMA这样的模型 您可以看到相比于deep speed 也就是Microsoft的训练架构的话 我们可以有整个对于65B的LAMA模型 有大概38%的提升 这个提升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 除此之外的话 因为两个月之前LAMA2也进行了发布 那么我们也针对于LAMA2进行了一系列的优化 您可以看到我们利用Crosso AI的框架 我们对LAMA2在512卡A100上进行了一个 进行了一个预训练的benchmark 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 我们目前的Crosso AI的Github中已经支持了 从7B到70B的LAMA2的整个不同规模的模型 的训练的整个方案 我们测速的话 其实是从单击8卡到512卡都进行了不同规模的测速 这个也是更好的适用您实际的用户的这么一个训练的环境 然后我们对于整个的hardware的优化 以及training训练速度的优化 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接下来我要讲的主要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工作 其实这个工作会在明天正式的发布 这里也是提前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的效果 其实说了那么多 我们之前做了很多 比如说LAMA2的benchmark 比如说我们整个模型训练 预训练 Fantune整个的流程 但是我们都会经常被问到 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利用我们的框架 来把模型训收敛 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些用户的一些考量 我们其实在LAMA的基础上 对LAMA做了一个汉化的工作 这个可能是开源社区中比较活跃的一个方向 然后我们其实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探索 对于现在的LAMA2进行了一个继续的预训练 然后希望它在中文的效果上 可以有比较好的提升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其实主要想要 想要阐述的点在于 您可以看到我们只用了 0.0085T 这个大概是8.5B的token的数量 然后用了大概15个小时的继续预训练 整个训练 如果您是在A100上 我们当时我们是用了64卡进行A100 在64卡上进行训练的 只需要15个小时就可以把我们整个的base model 一个中文版本的跑出来 然后整个的它的cost也是非常低的 是低于1000美金的 整个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7000人民币左右 这么一个规模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您可以看到我们基于整个开源社区最常见的7B 13B的模型进行了一个 进行了一个evaluation的对比 您可以看到现在常见的开源社区比较活跃的 比如说基于百川的7B 13B或者支援的chatGLM的6B模型 甚至于商汤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的interLM的7B模型 进行了一个比对 那么我们在常见的这些 常见的这些evaluation matrix上 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基本上甚至有些效果会超越说从头预训练的 这种from scratch的模型 那么我们可以在比如说只有15个小时的情况下 就可以帮您训练出一个汉化版的效果非常好的中文LAMA模型 然后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 除了数据量比较少的这么一个亮点之外 我们其实在训练的过程中 重点针对于两部分进行了优化 您可以看到我们在MMLU上 基于对比于原来的LAMA2 LAMA2的7B模型 在MMU上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从44这个量级提升到了53左右 这个其实是模型训练过程中 可能会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就是模型在继续训练过程中 可能会有灾难性遗忘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通过自己的训练策略的调整 来保证模型在英文上克服了它灾难性遗忘的问题 在英文效果上基于比原来的LAMA也有一定的提升 除此之外 在中文效果上也就是CMMLU 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 从32提升到了50左右 这个是我们整个训练的 整个CrossLAMA2的一个目前的一个Evaluation的结果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明天会开源整个的代码以及模型的权重 会把它放在整个HuggenFace上 来给开源社区做 大家可以任意的去下载这个模型的参数 去试用这个模型 因为我们不仅仅为了做一个Solid的工作 我们不仅仅是希望通过这些结果 比如说这些实际的参数来证明我们模型训练的好坏 我们其实在Github中也对不同的Case 做了很多的人工的Evaluation 而希望能够整个的模型在实际使用中 也会对用户有很大的帮助 或者说实际使用的体感也会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会开源整个的模型的权重 供用户进行 比如说您可以拿到这个模型的权重 进行后续的SFT Fintuning以及RLHF的整个流程 都可以很快很高效的去进行完成 而且我们还把这个整个的模型提交到了CEVAL CEVAL它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榜单的 这个榜单其实是完全 就是它的TestingSet是完全是一个hidden的状态 所以我们提交之后也会发现 它在CEVAL上也会有比较大的提升 这里还想多说一句的 您可以看到这个TokenConsumed 其实指的是用了多少数据量进行训练 您可以看到相比于常见的模型 可能需要用到2.6T这个级别的Token量 那么他们在训练时间 以及整个资源的消耗上 可能相比于我们的训练 会有非常大的资源的消耗 我们可能15个小时 他们整个比如说如果要训练2.5T的话 在有限比如说64卡的情况下 您可能会需要训练到好几周 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规模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对比了其他的中文的汉化的LAMA2的项目 当然我们也会比他们有很高的提升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利用Crosser AI的整个框架进行训练 这里是整个的一个训练的整个的流程 大概是8.5B的这么一个数据量 因为是64卡 大概是大概有4500个step 然后您可以看到 从整个训练的LOS从2.8降到了1.5左右 它整个利用Crosser AI的整个训练框架 它的整个精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里想要展示的 其实就是利用Crosser AI的框架 您不仅仅可以高效的训练 可以在速度上有一定的提升 而且在训练的精度上 在训练的过程中收敛性上 您也完全不用担心 可以很好的帮您在训练的过程中 完成各项您需要的结果 那么很多用户可能会比较好奇说 我们如何是可以利用仅仅8.5B的token 就可以把LAMA焊化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的 其实这里面的工作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经验 当然我们会在我们的Github上 会写一个technical的insights 整个的都会开源到我们的Github上 如果大家感兴趣 上面会有更加详细的一些技术的报告 供大家参考 这里我简单列举了一下 比较重要的几个点 首先就是大家可以 可能经常会看到说 在训练模型中 尤其是大模型中 High quality data is all you need 所以其实在训练的过程中 数据的质量以及数据的选择 都会对其中的模型的效果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们内部其实是做了一个比较完善的 这么一个数据清洗的策略以及整个的流程 从前期的row data到其中我们会用一些 heuristic rule和一些去虫的方式 来得到中间的这个dataset 除此之外 我们会对数据进行一些打分 以及各种feature的labeling 来对数据进行一些分类 然后在此基础上 我们会做一些sampling 以及selection相关的策略 来最终准备好这么一个readed dataset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会对整个readed dataset 根据它的长度 以及根据它的长度进行排序 然后在训练的过程中 把相同类型的数据进行一些拼接 来保证最大化的利用4096 也就是Lama24096这么一个长度 来保证最终我们在训练效率上 可以达到最高 而且在训练速度上 训练效率 训练时间上 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除此之外呢 我们其实还对中文的 对英文的Lama 进行了一个词表的扩充 然后会希望它更多的 去有一些中文的词表 从而保证 在继续训练的过程中 可以让它对于中文的一些语料 或者说中文的一些token 有着更好的理解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训练的 这么一个整个的流程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 明天大家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看到整个的一个训练的流程 您可以看到 我们把模型整个的训练 分为三个阶段 其中第一个我们把它叫做phrase 是因为第一个阶段 是需要大量的数据来做pre-train的 那么这个阶段其实是由Lama来自己 Lama它的训练过程来控制的 它当时是用了2T以上的数据量 也就是说用大量的数据来进行 整个的预训练阶段 但是它应用的中文的语料会比较少 而且中文token也会比较少 那么我们之所以会想做这样的事情 是因为如果Lama已经模型基本的能力 已经非常强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站在Lama上 来进行模型的一些提升 来保证它在中文的效果上 来迁移一部分中文的能力 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后两个stage 这后两个stage主要是针对于我们 我们的主要是针对于我们中文 来做的一些提升 第二个stage我们这里叫做 中文的一个knowledge injection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些高质量的中文语料 来在这个阶段来把它中文的信息 注入到整个Lama的整个的模型中 会希望它在中文的表现上 能够有一个比较质的 就是对于中文的知识理解 有着更好的中文知识理解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我们想要做的是 当我们在中文语料上进行 继续训练的时候 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 整个语料的distribution的改变 那么整个distribution一旦改变的话 就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灾难性遗忘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这个方面 在最后一个阶段 其实是用了一部分中文与英文 混合的语料 来帮助模型 来换起它之前训练 学到的一些东西 来保证它可以 不会把之前学到的中文和英文 出现这种灾难性遗忘的问题 这里也是我 其实最想highlight的一张slide 是因为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现在大元模型 很多公司可能都在做通用的大元模型 那么通用的大元模型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因为通用的大元模型 它更关注的重点在于 我们怎么样利用通用的能力 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想要去在锤内 去搭建一些实际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搭建一个法律相关的锤类大模型 或者医疗相关的锤类大模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 它对于本身这个领域的知识 可能有一些缺失 导致它在做下游任务的时候 也会在精度上以及准确性上 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 当然在我们实际 在锤类应用大模型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对精度有着非常高的要求的 那么我们就在想 我们能不能通过一定的方案 可以快速地构建这么一个锤类的大模型 然后让我们可以再基于锤类大模型 再对锤类的应用进行一些微调 或者说进行下游的一些任务 可以保证它在锤类上的效果更好 但是如果我们从头去 预训练一个锤类大模型的话 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几乎是和一个完整的 预训练通用大模型是非常相似的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金融大模型 比如说Bloomberg这个公司 他们其实做了一个Bloomberg GPT 也就是一个金融的大模型 他们其实在训练的过程中 用了大概700B的这么一个Token 不仅用了金融的数据 也用了通用的数据 在整个训练这种金融大模型的 整个的资源消耗 以及背后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基于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如果能对Lama进行一个汉化的话 其实相同的 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相同的流程 我们都会做基于一个 都会做基于磁表的扩充 以及一个领域内模型的一个初始化 再进行继续训练 然后再得到一个基座模型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策略 帮您构建一个 利用任何的基座模型 任何通用的基座模型 帮您快速地构建一个锤类的模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您能拿到这个锤类的模型 再进行一些下游任务的微调 它的效果一定会比通用大模型 有着更快 有着更好的效果 那么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 是希望通过一个更快 更节省资源 以及帮您更节省成本的情况下 帮您快速构建一个锤类大模型 那么利用我们的整个Pyplan 就可以又快又好的 帮您把它构建出来 也就是那么在之后 如果您有锤类大模型的需求 就可以利用相同的方案 把它构建出来 在之后也会有 对于您实际的应用 会有比较质的提升 接下来就是一些最基本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achievement 就是比如说像mlperms 它其实也在它的官方 Github中引用了我们CrosserAI 也是我们CrosserAI的一个dependent 也就是说它在它的代码库中 也用到了CrosserAI的一部分内容 然后除此之外 您可以看到我们融合了最新的 就是最popular的生态 比如说像PyTouch以及 Lightning都相继报道了CrosserAI 我们整个训练框架 以及我们背后的工作 然后这个您也可以看到像stable diffusion 其实也有一些项目都是基于CrosserAI在做的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我们CrosserAI 其实是不仅是在用户上会比较 目前用户量会比较高 而且国内外的一些大厂 其实在训练的过程中都会用到CrosserAI的一些技术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Github的一个star的分数 就是Github star的数量 您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相比于一些比较知名的开源项目 比如说像Spark呀MongoDB呀这些开源的项目 我们其实在star的数量上 以及上涨的速度上 都是有比较明显的 相比于它们有比较明显的提升 或者说比较明显的优势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您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用户也是遍布全球 可以说全球的用户 在各个地方都会应用到 如果它在做大模型的话 它一定会应用到CrosserAI的训练 推理和整个的相关的内容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一些academic的recognition 比如像AAAI呀 以及英伟达的GTC呀 这些workshop以及整个的conference 我们都会有去参加 然后我们的我们公司也整个的会 也会有一些paper被top的conference 比如说像AAAI呀CVPR呀 每年都会看到我们最新发表的论文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所有的内容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